开幕式的创意设计 充分融合少数民族的传统民族元素 展示丰富的民族文化以及历史文化资源 以展示和传承民族民所和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洪洋民族传统文化为主题 以隆重热烈节俭为宗旨 以呼伦贝尔冰雪资源和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为依托 洪洋传统民族盛会展示呼伦贝尔独特的冰雪资源和历史文化 整个抛物事件从祭祀苏鲁定开始 此时万马奔腾 我们仿佛看到了蒙古仙人 沿着西安岭与我们湍急的欧海南河水 沿着蒙古人仙迹领略蒙古高原的大气壮美与气势旁和 此时呢我们蒙古人把自己的骏马与民族精神完美地融为了一起 起初在大漠戈壁 号称沙漠之洲的骆驼 因其吃苦耐劳 默默奉献的精神 而备受荣牧民族的喜爱 骆驼起初呢主要被用于驼运 后来蒙古民族在祭祀敖包举办庙会 举行纳纳墓等群体活动时 开展赛陀 并逐步形成规模 传承连续下来 牧人们相信骆驼神可以保佑牧场丰润 保佑牧民旅途平安 在避野清风的广袍草原 在避野清风的广袤草原 乐乐车的轮和轴霄又成为 厄文克人的一个独特的竞技项目 即抢输 经过长期发展 如今这项民间运动又赋予其新的内涵 成为一种具有一定思想性 教育性 娱乐性 观赏性的民族体育运动 苍茫的大兴安宁 与勇敢彪悍的厄伦春民族一道 共同完美地打造了一段狩猎文化的篇章 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厄伦春自治棋表演队展示的斗熊舞 它充分展示了厄伦春人对熊的崇拜遗迹 它以一种舞蹈的形式 记录了厄伦春人 从狩猎到采集的原始生态发展 及演绎的进场 巴尔虎是蒙古部落中最古老的分支 千百年的历史更迭中 众多的北方游牧民族 从这里走上了世界 以历史舞台 其间经历了无数次国家的兴亡 民族的消失 唯有巴尔虎人 始终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 今天 巴尔虎已成为呼伦贝尔的主要居民 而巴尔虎的民俗文化 是呼伦贝尔蒙古族文化的缩影 这是一片多姿多彩的草原 这是一幅由不同民族 不同习俗构筑成的灰红画卷 此时 有四百人组成的刀旗及哈达队 犹如冰雪里流动的色彩 流淌成呼伦贝尔草原上 一条永不丰动的河流 他们正向我们走来 求拍起落求飞旋 一个古老的民族与生俱来 屈根球源于我们英勇善战的达沃尔族 因译为波尔库 据辽史记载 当时在契丹人中盛行这种被称为积局的球类运动 后来被达沃尔族保留继承下来 1976年 莫利达瓦达沃尔族子的旗 成立了曲棍球队 曲棍球运动 填补了我国体育运动项目的一项空白 被当时的国家体委命名为曲棍球之项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悉尼河两岸 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故族 俄国什叶革命胜利后为了躲避白匪祸乱 他们陆续迁入中国境内 并最终定居在悉尼河两岸 他们就是我们蒙古族最为古老的分支 布里亚特蒙古人 他们的勤劳曾经培育出悉尼河马 悉尼河牛等优良蓄种 他们的智慧 优美的民歌 优雅的服饰 无处不展现着这个群体的浪漫情怀 优优雅的服饰 优雅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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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食为母 火莲为父 鱼木的生命 仁慈的火神 火给人类带来了温暖 从而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 使人不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 并能够在寒冷的地区生活 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推手 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就是蒙古族古老的祭火仪式 古老的祭火仪式寄托了他们家道兴旺 永续香火的祭土愿望 表达了蒙古民族 对于包括火在内的自然万物的鼎礼文败 体现了他们尊宠自然 天人合一的传统文艺 优优贝尔 不仅仅是中国北方 众多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 更是中华民族昆浦洪荒的精神家园 在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和森林地带 聚集着以蒙古族为主体的42个民族 其中达沃尔 沃文克和沃伦春族 民族文化原始其宜 几乎完整无缺地收藏了人类历史与生命进化的所有符号 今天的呼伦贝尔民族更团结 边疆更稳固 270万个族儿女争灰汗如雨 为建设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和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万里绿色长城 做出新的贡献 吉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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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os 吉顶 江 吉顶 吉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